前立委谢启大他前阵子获聘为台北市府专员 被外界解读室接受酬拥 那现在有市议员发现 原来市府的市政顾问人数竟然有730个人 但其中竟然有42个是没有什么特别专长的 而且许多小组呢 一年多来根本就没有开过会 市议员因此就质疑 台北市长郝龙斌是不是在为2016的选举在提前布局 北市府秘书处前专委谢启大 日前才因为酬拥问题引发各界质疑 现在市议员拿出资料 现属台北市长郝龙斌上任以来 市府顾问人数年年增加 目前有730位 其中更有42人的专长竟然是空白 而17个小组当中就有9组 一年半以来没有开过会 市议员批评顾问团根本没有发挥效果 跟郝龙斌市长要求市政顾问的人数应该要减半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市府顾问 只不过是沦为郝龙斌 便于自己在竞选之后 乃至于他未来要进军2016大卫 这样一个布局跟组织罢了 您用适合的人来当市政顾问 签报市长核定 那没有人数的限制 可能会就是说用电话咨询 个别咨询的方式 这也是一种 人事出强调尽管没有开会 但是会透过电话咨询 只是成效如何不免打上问号 市议员也爆料 有些开会内容跟专业无关 一点意义也没有 建议在专业知识及价值 应予以尊重及对等的情理下 出席费应予提升 那我不知道这个市府顾问 所做的应该是为台北市民服务 为台北市政来发声 还是为了自肥 为自己的出席费来做建言 很多的市府顾问 其实非常不适任这个职务 虽然市政顾问是无几职 只领开会2000元的车马费 但是聘用大批顾问 却毫无作为 没有对市政提出建言 外界观感恐怕不佳 U10TV赖委员 萧炳怡台北报道